我们继续跟资深媒体人白皂美小姐来谈这一次文在寅的平壤行 这一次金正恩这边他为了要准备这个文在寅总统来访 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他甚至带他到他们的国宾馆 特别说我们这边的招待不周 你去过很多地方也看过很好的一些设施 这边我们是尽力在帮我准备 但是其实他摆出的场面是蛮大的 同样在另外一边 这个文在寅总统是当然对主人是很感谢 但是他在北韩这边的发言 我们之前谈到你也觉得有些并不是十分适当的地方 能不能谈一下整个你的印象 就是目前我们透过他们的那个press pool 就是共同采访团他们给的这个传出来的那个画面是 真的是都很开心 每个都很开心 都是笑着脸 那所到的那些地方是某些地方 像比如说后来的那个白头山 这是以前别人没有这样上去的 这算是他们等于是说他们是白头血统的那种 他到了等于是去我的最重要的风水这个地方 我带你去观光 那其实那个就是一种真的是观光的一个剪彩活动一样 因为他不是还带了蛮多的这个经济巨头吗 就是南韩的一些大企业的老板们 大企业的老板们去那边拍一张照片 自拍照也好或者什么也好 这个比赞的照片 那个通通都是这个无价的一种宣传 那个北韩完全都不用花什么钱 那当然是他们是有到那里去了 就是我们要从白头山到那个汉努山这样子 从这里我就开始怀疑说 这金正恩就已经想好说 这个韩半岛都要他 这个朝鲜半岛都要他一个人在吃 那文在寅当然是 他们彼此双方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好的 就是那个表现好是彼此之间的这个 因为已经见了两次 也熟悉了寒暄 或者是这个夫人外交也是做得很不错 但是你看他去那边 他有假道欢迎什么都有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旗帜 旗帜 他们两个是 不管是曾经是同一个民主 但是他们两个是不同的国家 那所以说他去 真的要去北韩访问的时候 他应该要有他的旗帜 应该是有大韩民国的旗 然后北韩的旗 北韩的旗 但是没有 没有南韩旗 只有半岛旗跟北韩旗 对对对 只有这两个旗 这个就是说不对等 这第一个就不对等 所以说看怎么去看这个 这一次的访问 这次访问整体来讲都很不错 都也说是成功 可是很多地方是非常的不太对等的 你还那么的开心 然后另外就是像植树 就是他们上次在板门店那边也是有植树 就是为了和平 为了未来的繁荣 这次也有 上面就有牌子 你有看到那个牌子上 当然是都是写这个和平 我们的未来 但是下面那个日期就写错 他们这次的会谈是9月18到9月20号 20号虽然没有会谈 是整个访程是在那里的 等于说三天两夜 可是那个日期是9月18到9月21 所以日期就错 怎么会北韩会有这么大的错误 这个我不能理解 就是他是一个蛮恐怖的一个政权 怎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漏洞 我不知道 或许他们之前有想过说 让他多待一天 可能是四天 也有可能 但是缩减 但是这个又不一样 然后这次他们就是有签 有没有 签这个平壤学员 他们签的那个 通常我们都知道 同样的东西可能是 同样一份的话就是两个 完全一样的东西 我签完还给你 你签完给我 那这次是他们是一共是签两种的 所以是有四份 可是他们大小不一样 一部分是平壤 平壤有准备的 然后也有南韩准备的 它的size不同 那这非常奇怪的 就是说你会觉得很有违和感 你两个这样拿起来 结果是一个是F4纸的 一个是B5纸的 这样子两个是很怪的 所以他们某些 还是有蛮大的漏洞 就是里边的那些人 我相信这是绞尽脑子 要做得多么的完美 可是不完美的东西 很快就看得出来 你很容易就抓到 他们的一些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这一次 就是非常盛大的 就是在那个五一体育馆那边 就是那个经济场那边的一个简单的 他不算是一个演说啦 就是一个感谢词的那种感觉 人一达词啊 对对对 然后最大的不同点 以前没有想过的就是金正恩 等于说他是北韩的像神一样的 最高领导人出来介绍这个来宾 很少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可能是私疑来讲 或者是说你这个到了你的时间 你就上去讲两句话 他这个状况不一样 这是金正恩特别讲 讲得很长耶 他介绍很长 就又提到是说这个文在寅是何等的 就是跟为了我们的祖国的这个统一或什么 为了这个大业 他做这么大的努力 要很感谢他 所以要介绍 这个部分是以前没有的 这个是算是很大的突破 那所以文在寅就上来讲了 那更感人的 就是应该是他就觉得说 他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 一个很好的待遇 所以也许他们 我相信他们双方 我写的稿他已经看过了 我大概会讲这些 北韩一定是希望是先看到 因为通常这种都是表面的东西 所以他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他有写了什么 但是他的那个用词上 让我非常的惊讶是 文在寅他是大民国总统 他怎么会讲这个话 我会讲的 比如说他会讲到说 他看到平壤的非常大的发展 我知道你们想要再建立 什么样的国家这样子 那你不是在统一位前提吗 然后你就在讲说平壤这么的发达 平壤是多么的发达 可是你为什么没有去想到 这当然那个场面可能不好讲 你就一直去强调 帮平壤背书 帮那个金正恩背书 平壤是多么的发展的 多么的了不起 然后你们平壤市民为了这个国家 要想要打造未来 了不起的国家在努力 可是北韩是非常明显 是平壤是平壤 平壤以外就叫做非平壤这样子 这是很不同的一个国家的制度 平壤就是一个平壤 除此之外 不是什么道 什么道 什么力 我觉得其他就叫做非平壤 所以你只针对这个平壤 我看到你的这个高楼大厦 林立这个设施好 我觉得这个就不够 这个是我所看到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他就讲说 特别强 尤其北韩最强调的是我们自主 因为我们也知道 他当初为什么一天到晚在骂美帝 美帝就是因为我不要当你的傀儡 外国势力都出去 我自己来 我们自己来 那我们自己来 当然北韩会比较厉害 今天如果是说他们真的统一了 今天变成一个我们要选举 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投票案 今天如果选举你觉得 南韩人多五千万 北韩只有两千三百万 那一定会南韩赢吗 不见得 因为北韩是一致的 你大概盖章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同一个口径 那南韩又不见得 所以最后是谁在可能主导 我觉得反而是平壤在主导 我觉得这一次特别给我的感觉是 这个北韩想要争取南韩统一的这个味道 非常的浓 当然在文在寅刚进清瓦台的时候 他一直是提醒下面的说 现在不要第一次高峰会里面 就不要谈统一 统一这个词最好标出来 他也知道北韩是希望能够争取这个事情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次的高峰会 其实这个味道很浓 那包括文在寅以前属于是 南韩左派的人 讲出来的话 也是非常的有这种统一的味道 这个事情 会不会让美国或者别的国家 担心这个南北韩之间走得太快了 你说担心他们走太快吗 担心是不至于 因为他们也走没办法走得太快 我觉得都没办法走得太快 就很明显的一个事情是 南北韩就算是他们两个多好 各两好 两个多么的好 我们是这个一家亲 他还是没办法自己 真正的自主的 我现在要和平协议 我现在要中正 我现在要统一 我觉得都不可能 这个因为事实就摆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问题 只是说担心是什么呢 就是以南北韩的这个关系来讲 未来如果是说不是现在当下 也许是十年二十年 或者是多久以后 南北韩再统一的话 就像刚刚我想的那个想法是 如果今天是好 我们要我们要决定统一了 我们要什么样的制度 就是要选择 我们现在都要选举的 那我们就是要投票的 那就是我们要选某个人 要投票出来 目前整个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 就是一个洗脑 长久的两千三百万 跟比较属于是比较 就是有所谓的左派 也有所谓的基金派 也有右派 有保守派 我们就要分两边的 这个南韩就是以大韩民国 来这样比较的话 比较有利的是北韩 就是比较有利的是北韩 所以我觉得金正恩系 因为他还年轻 他就觉得说 他还有后面有几十年 他可以还是可以皇帝 他可以享受 未来真正的统一 你不可能有两个总统 不可能有两个主席 不可能有两个国防委员长 所以未来我们要什么样的制度 假如今天是和平协议了 也就是说原来的那个联合军出去了 后来美军马上出去是不太可能 这是那个也要花一些时间 可是未来就是说 我们如果已经签了和平协议或什么的话 我们已经和平协议了 我们两个要谈了 美国就你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道理继续留下来 你没有智慧的余地 你为什么要进来 所以说美国要 如果就踢出去的话 南北韩在一起 谁会被谁怎样 就很明显看得出来是 绝对是首尔是被怎样的 就是说你经济力多强或什么 我们就这样子好了 就有一个这是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说今天这里有一个一万美元 这里有一把枪 这个你听过这个故事吧 就是一万那个是我讲的 就是有美金这样子有一束 然后这里有把枪 所以这个金正恩就是叫你选 就是跟他这个这些官员 就是叫你选 就是他们那些领导人可能会这样 让你只能够选一个 马上就要选的时候 看你要选什么 那有些人就说美金 那可是一定要选枪吗 因为有枪的人就可以拿到那个钱 就类似那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北韩就是拿着枪的那个 南韩就是拿着钱的那个人的感觉 我想问这一次 跟文在寅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 有两百多人 一起去的有南韩的大企业的头 那四大企业当然都去了 另外还有十几个人都一起 这些人到那边去的作用在哪里 是文在寅希望他们去 让他们开始对于北韩的一些事情 要能够参与吗 可是你现在有联合国的经济制裁 是短时间你不可能马上就开始做了 那这个目的在哪里 第二个是文在寅他们现在一直想要推 就所谓韩半岛新经济地图 那这些大企业跟这个整个的未来 这个新经济地图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就是说以前从那个千禧年 金大宗到北韩去 一样就是他们大分都是还是跟经济挂钩 那那个经济他们就叫做南北韩金鞋 就是我们这样子金和会那样子 就像台湾的金和会 那这一次我认为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点都没错 如果现在联合国制裁没有松了 没有那个 你怎样都没有用 你拿钱你也没办法拿钱去 什么都不能做 那这些人去了干嘛呢 就是去只是去白头山拍照吗 其实去那边就是要让北韩看 我有这么大的诚意 我未来就是会拿这么多钱进来 这个就是钱嘛 所以说南韩就是一部分的人 就觉得不满意的地方是 现在文在寅你现在第三次跟金正恩见面 然后最大的重点议题就是非核化 那你非核化没有具体的情况之下 你带了这么多头头去 这些人去了就摆明就是我会 到时候会拿钱过来 我会到时候会投资 那商人无国界我们也知道 他们就是不管敌对也好 或者是说现在在美国在大陆 或者是在那个北韩 他当然哪里赚钱 他就往哪里走 可是他们这些人现在去了 也不能马上赚钱 未来他要弄铁路弄什么 这个海上路什么等等 这个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是要给你看这个诚意 就是我有这个诚意 我还是会带这么多的经济合作这些来 那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更让我担心的是 那个军事方面的他们的协议 就是他们的那个南北分界线也好 或者是说DMZ这边的往后退也好 这个反而是觉得说 或许美国有默认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的感觉